连日来 贵州省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7月8日上午7点05分 贵州省同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石板村发生山体滑坡 至六人失联 群山环绕依山傍水的石板村位于甘隆镇北部 地处贵州省重庆市湖南省的交界地带 记者在山体滑坡现场看到 自半山腰至甘隆河底 山体滑坡将石板村部分民房掩埋 通村公路中断 前往救援的人员只能绕路 或者从盘山小道冒雨步行前往救援现场 下着雨 现场还有再次逃防的危险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命令 我们成立到安全的区域待命 我们到现场过后 准备穿过这个逃防区域 进入黑心区域进行救援 但是这个现场还在进一步的逃防 然后我们就迂回到逃防的另外一车 进入到这个黑心区域进行救援 在距离市发地10分钟车程的一个临时安置点 记者见到了部分正在吃晚饭的村民 他们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政府连下来走 叫你干什么 我都喊会人 你是往着就走啊来 因为三四点钟雨量比较大 四五点钟的时候 我们的书记就组织政府的干部出来排险 然后隔那个地址在黑点有150米左右往下 然后我们迅速地跑下去 把我们的群众全部喊出来 全部喊出来以后 转移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转移过来的受灾群众 然后安置到我们瓦西乡政府的学校那边 然后就统计一下 看一下他们在家的人数有多少 然后还有一些去外面的 去到亲戚家的 然后统计去外 然后我们这边统计之后 我们会给他每一幅做一个 就类似于明白卡 然后贴在那个安置点的地方 然后便于我们统一管理 现场为了能够尽快安置受灾村民 批邻的瓦西乡政府干部 几乎是全员出动 前往石板村 参与救灾与灾民的集中安置工作 晚间现场下着雨 气温比较低 考虑到村民撤离时情况紧急 有的村民甚至只穿着拖鞋跑了出来 工作人员已进行生活物资的采购 安排一些人去采购棉被 生活用品 我们来这边就是复杂 组计了一个安抚小队 就是安抚之一 受灾群众的心情了嘛 过来我们给他们 首先是给他们送一些 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喝的东西是下午比较冷嘛 我们又根据小孩老人 和一些妇女 我们就给他们采购衣服 吃饭过后 我们就把他们寄到安置点 截至8日下午6时 当地已转移安置156人 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